生病了该吃药 心里生病了该怎么办 国家发个帅哥来陪你聊人生 聊三观 聊感情 一段火场救援的女消防员 与国民心理医生的浪漫故事 火光恋人 作者 朵朵武 由殷小果四周诸侯携手众优秀CV 倾情演播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杜曲眉头凝了一下 放在桌上的手指去气 似乎像是在思考 两人之间甜蜜欢快的气氛 仿佛一瞬间被按下了暂停键 一起陷入了沉默之中 徐贵舟微微垂下眼 盯着自己的茶杯 那次起火我是参与了 但当时我是火场文书 做辅助工作 参与救火前线的女消防员是有的 但那不是我 救你起来的也不是我 她说话的时候心跳得很快 有一个声音在脑海深处呐喊 不要说 但她仍然是一无一时地说了自己所知的真相 杜曲恩了一声 陈寅片刻 不急不缓地说道 那可能是我搞错了 徐贵舟突然觉得有点难受 之前几个小时里的快乐 就像是一个肥皂泡沫 轻轻一戳就破了 不留痕迹 杜曲说道 今天太晚了 有些事情 一时之间说不清楚 我先送你回去吧 好 她去门口结账 徐贵舟走到小院门口 盯着人造景记里的小鱼看了一会儿 然后她出来打车送她回去 杜曲坐上车之前开口说道 是我没搞清楚情况 那你困扰了 徐贵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是说没关系弄清楚就好 还是说真的很困扰 现在脑子里都快倒成浆糊了 最后她什么都没说 只是笑了笑 到了小区门口 徐贵舟礼貌地和她道别 说道 再见 杜曲眼眸又黑又沉地看着她 也回了一句再见 回到家里 徐贵舟贪软在沙发上 思维放空 可是之前种种在脑子里 就像单曲循环 一直不停地在来回播放 她记得她的笑 她的手 还有她亲人的味道 她捂住脸 心情说不出的别门 拿起手机想找人倾诉 林妙妙最近在筹备结婚 这日烦心的事已经不少了 她想了想 找了蒋熙 嫌弃微信语音打字都太慢 她拨了电话过去 想了不到三声就被接起来 蒋熙问道 喂 出什么事了 要打电话这么严重 一句话就让徐贵舟鼻子发酸 她声音低落地说 我失恋了 对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 蒋熙说 这不是什么恶搞电话吧 你都两年没练了 哪来的失恋呀 今天刚练的 刚才就失恋了 你这说的每一个字我都懂 怎么凑在一起跟外星语一样 你在哪里 咱们见面说 徐贵舟说在家 蒋熙说 还好我在附近 过去二十分钟 你等着 徐贵舟等了一会儿 才一刻多钟 蒋熙就到了楼下 两人坐到客厅里 徐贵舟把晚上发生的事 一无一时地告知 蒋熙一脸不明所以地看着她 所以她这是为了四年前救命之恩 来以身相报了 这种狐狸报恩的故事 居然会发生在现代 和杜医生的外表人设 真的很不符啊 徐贵舟提醒她 唉 你不应该更关心一下 姐妹我的心情吗 蒋熙问 嗯 你现在什么感觉 哎呀 难受 难受就对了 我都搞不明白 你非要把事情说清楚干什么 都过去那么久了 你不吭声 她哪知道到底是不是你 而且你也觉得她挺不错 可以作为对象发展下去吧 有句话叫 水至轻则无余 个个都像你这样 把事情掰碎了弄明白了 还有什么意思呀 徐贵舟说 可她一见钟情的对象不是我 蒋熙一拍她的肩膀 用足力气 啪的一声 徐贵舟顿时哆嗦了一下 哎呀 你轻点 我就怕你不长气息 蒋熙气势十足地说 姓杜的根本连脸都没看清 算什么一见钟情 灰姑娘的故事知道吧 王子号称对灰姑娘一见钟情 但是最后是靠鞋子来忍人 如果灰姑娘的两个姐姐 忍住一时之痛 回到皇宫就能成为王妃了 知道这个故事啥意思吗 徐贵舟回答 好人有好报 是说王子是脸盲 徐贵舟觉得本来挺好一故事 被他这一解读 突然多出很多奇怪的含义 仔细一想 又觉得还真有点道理 杜一生的情况 是不是和王子差不多 说什么一见钟情 实际上连人都没有搞清楚 徐贵舟拍开他的手 就算你说的都对 那也不能窜斗着 我去做灰姑娘的姐姐吧 江西说 有什么不好 你就是死脑筋 其实这事没有那么复杂 现在在他面前是你 不是别人 只要你们以后感情发展好 这件事就过去了 偏你这么老实 还要在今天扯明白 你不懂 唉 你懂 你说 趁现在还没有陷得很深 就说清楚 万一以后发现弄错了 那该多难受 多尴尬呀 徐贵舟慢慢地说 江西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 放柔了声音说 你呀 就是怕受到伤害 不敢投入进去 徐贵舟倒在沙发上 突然长叹一口气 一手捂着眼睛 唉 这样也好 杜曲回到家 回到书房 打开抽屉最底下的一层 陈塔的资料之中 夹着一张照片 他拿起来 相片是偷拍的角度 一身军绿色的女孩 站在医院门口 干净利落的一头短发 挺翘的鼻梁 花瓣一样的嘴唇 侧脸弧度秀美 分明就是徐贵舟 他有些疑惑地捏着照片 他的模样 在他的脑海中还是清晰的 短发变成长发 婴儿肥稍稍退去 其实几年过去 也并没有怎么改变 当年他在医院里醒来 听见病房里的人议论 说这次火灾 幸亏是消防倒得快 但救援过程中 还是出现了问题 遇到回火 死亡一人 烧伤两人 伤的全是消防员 杜曲在死亡线上走了一遭 心有余计 正处在一种 劫后重生的庆幸情绪里 忽然听到病房里的人说道 就是那个女孩 是个消防员 这次还救了人 看起来瘦瘦的 没想到还能干这种重活 杜曲马上坐起来 朝病房外面看过去 一个纤细的女孩 靠在走廊尽头 低着头 背影萧索的样子 手术室的灯暗了 医生和护士出来 不知道说了什么 女孩笑起来 眉眼盈盈 让人的心 也跟着温暖起来 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在下一集 等你哦